这绝对是我见过最性感的女妖 只见她缓缓从水中浮出 身姿曼妙地走向一个壮汉 微微一督唇 壮汉瞬间沉沦了 手中的大宝剑就像此刻荡漾的心 在女妖手里彻底融化了 浑身抖擞后 满足是满足了 但是她的噩梦也随之而来 壮汉名叫小强 是一个天生神力的斩妖勇士 平时就靠妖怪的业绩为生 整天大陆的人都十分敬仰她 这天晚上 打了圣仗的国王大半喜宴 各种豪横的分发年终奖 瞬间把全场气氛推到了顶点 可随着群臣们情绪越来越高涨 在城堡不远处的怪物被吵醒了 一声巨响 灯光全部熄灭 一个长相丑陋的人形怪冲了进来 怪物力大无穷 一巴掌就能打飞几个士兵 女人当场就吓得尖叫 怪物被吵得耳朵疼 啪的一声 就像拍苍蝇一样打死了她 当天晚上国王损失惨重 为了除掉这只怪物 国王重金请来了勇士小强 钱小强已经够多了 他看上的竟然是国王的老婆 国王也不好当场发飙 只能忍一忍按照他的建议 开始命人布置各种陷阱 他们打算引诱怪物再次入殿 然后再集体围杀 到了深夜 勇士们在宫殿里欢声笑语 毕竟他们跟着小强走南闯北 这些年什么怪物没有见过 因此并没有放在心上 刚吃吃该喝喝的十分安逸 突然门口传来巨大的撞击声 一个小伙跑过去查看 还没开门门就被砸烂了 小伙直接被撞飞出数十米远 地上的篝火瞬间变成蓝色 怪物出现了 勇士们见状一拥而上 可普通的人类根本伤害不了怪物 没一会功夫 勇士们便战况吃紧 看到如此生猛的怪物 小强却不屑一顾 他潇洒地露出自己180块腹肌 一个飞身跳到了怪物身上 怪物也不是吃素的 两人顿时扭打在一起 正在肉搏时 小强突然发现了怪物的致命点 在重拳击打下 怪物的体型被揍得越来越小 变成迷你版的怪物想要逃跑 但身经百战的小强 怎么可能放过他 直接用铁链锁住怪物 硬生生弄断了他一只手 怪物拼尽全身力气 跌进了海里 慢慢没了呼吸 而另一边 晚上睡觉时小强却做了一个梦 男人做梦梦见了美女 他羞答答地说想为他生猴子 男人又惊又喜 刚想上前探索一下黑森林 美丽的女人却瞬间变成了怪物 小强从噩梦中被吓醒 可当他抬头看去 自己的手下竟然全部被吊起来 显然已经死去多时了 按道理来说 昨晚的怪物不是应该领盒饭了吗 难道他是炸死 国王解答了小强的疑惑 原来怪物有一个女妖母亲 这极有可能就是他干的好事 小强顿时暴怒 自己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憋屈 立马带着国王送他的黄金龙脚 孤身一人闯进了怪物的老巢 这里堆满了数不清的金银珠宝 而怪物的尸体正蜷缩在正中间 突然身后什么东西掉落在水池里 小强定睛一看 里面居然浮现出一个绝世女妖 她身材曼妙眼神妖娆 世上没有男人能躲得过她的诱惑 女妖告诉小强 之前砍杀的怪物是她和国王的孩子 只要小强愿意跟她再生一个 并留下黄金龙脚做契约 这里所有的财富都是她的 再也不用辛苦打工 自己就能成为全天下最伟大的王 好家伙 在女妖三言两语间 一代勇士就这么沦陷了 小强含泪答应了女妖的邀请 五分钟过后 浑身舒坦的小强回到了宫殿 她扔出怪物的头颅交差 可面对国王质疑的眼神 小强说女妖没穿衣服 怕污了大家的眼睛 已经早早被自己处理掉了 国王看着小强坚定的眼神 当即宣布要把王后送给小强 还要将自己的王位传给她 在座的所有人都傻了 猜想国王是不是更年期到 脑子开始犯迷糊 要不怎么开心的向着二百五 而此刻的国王像是解脱了什么 拿起王冠抛给了小强后 趁着大家还没反应过来 突然从城墙上一跃而下 开心地领了便当 就这样 小强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国王 女妖当初的承诺一一实现 小强的军队战无不胜 很快便吞并收服了所有国家 多年之后 她已经是这片大陆上的传奇 世代被人歌颂敬仰 直到有一天 黄金龙脚再次出现在她眼前 小强当即明白 该来的报应终究还是来了 钢铁男儿被女妖照顾了一夜 便如同有神明照身 从此成为了这片土地最大的王 可多年以后 一只火龙突然袭击了村庄 顷刻间死伤无数 小强知道 这只火龙一看就不平凡 它是自己和女妖的孩子 烧毁的村庄无辜的百姓 这一切与当年是多么的相似 又是多么的讽刺 小强终于明白老国王的困境 为了彻底了结当年种下的孽缘 小强只好亲自上阵 带领着手下再次来到怪物的巢穴 他将黄金号角丢到女妖面前 希望能以此换取和平 可女妖却不肯善罢甘休 身后的火龙剑桩立马发动攻击 朝着小强他们喷射火焰 还好小强宝都未老 有惊无险地逃了出来 眼看火龙还想攻击村庄 小强骑着马在后面紧追不舍 见准时机后 他从桥上一跃而下 完美地跳到了火龙背上 来不及任何思考 小强一剑插中了火龙的翅膀 用惯例划拉出巨大的伤口 火龙瞬间失去平衡力 可火龙在临死前 还想喷火灭掉小强一家 危急关头 小强拼命阻止了他 一剑插中了火龙的致命点 救下了自己的王后和女儿 可大宝剑太短了 小强一狠心砍断了自己的手臂 直接将手插进火龙胸腔里 硬生生把龙心掐碎了 就这样 一人一龙从高空中急剧坠落 海岸边 火龙退去了真身化为人形 长相几乎和小强年轻时一模一样 小强伸手想摸摸他 却已经无能为力了 夕阳西下 女妖慢慢浮现出水面 英雄会死 凡人会死 我是老马 咱们下期再见